大家好 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上星期與TVB紅星在年度大派對魅力營最新時代 你們玩得開心嗎? 立即和大家再次回味Party的歡樂時光 好玩派對一定要有遊戲 今年魅力營最新時代 就看看究竟唐詩詠、鄭俊雲、曹永年和賀廣培 是否玩遊戲的高手 我們的策略就是 好策略 而日本通周易偉就連續三年駐守香港主持大局 而東西兩岸就由潘Sir、潘宗明盧玉玉本大隊 率領新時代精英、嚴陣以待接招玩遊戲 刺激過後四位紅星分別送上動聽好歌 我有送你兩顆我的生命 如若碰到他比我好 我願你永共追分分中需要你 再再原地共你去遷就同病 之後還即場在TVBuddy身上簽名 希望將禮物盡拜送到加拿大 給當晚有份玩遊戲的幸運 到現在 溫哥華與香港雖然隔了太平洋 但我們與香港的聯繫都非常緊密 而5月是加拿大亞洲文化遺產月 首屆的香港人史集 選擇在這個月份舉行 就來得特別有意義了 這個以我是香港人為主題的展覽 可以說將香港文化、新舊交融共野一路 這裡的儀式懷舊遊戲 你又玩過多少呢? 集體回憶完之後 不如就來回一場可以抗腦退化的麻雀遊戲吧 文化和語言是互相依存 文化往往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 所以語言盛載的是一個文化和時代的靈魂 而攤位的藝術創作 亦都是以廣東話潮語為創作元素 講到潮 又怎可以不提及目前最值得可熱的偶像團體MIRROR呢? 他們不單止將大家推進時光隧道 回到那些年追星的八、九十年代 更加辣著整個香港娛樂圈 令到香港流行文化重新受到重視 MIRROR 魅力擋都擋不住 但是其香港文化的魅力亦都一樣 而且亦都可以好像MIRROR一樣多元化 因為香港的歷史背景 令到這個地方成為華洋匯聚之地 保存中國民間傳統的同事 亦附有西方開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同一個土壤 傳承不同的文化集造 所以參與攤位的每一位手製品藝術家 由扮靚的小飾品自擺設 作品都橫貫中西 當大家見到這些 這麼具代表性的香港街景 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解你思鄉之手呢? 因為疫情令到很多朋友都沒有辦法回香港 希望一張圖片和畫作 都可以令大家回味昔日的香港點滴 今次香港人史集這個活動 除了等更多本地朋友認識香港文化之外 亦同時傳承獅子山精神 令更多剛剛移民的香港人彼此認識 和互相幫助 不斷奮鬥、營爛而上 一起好好地融入加拿大生活 大家能夠自發性守望相助 絕對是建立社區關外網絡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請來 卑斯省亞之海脈政協會的Vivian 和大家介紹一個即將舉行的籌款活動 Hello Vivian 你好 Vivian 不如和我們介紹一下 未來賓斯省亞之海脈政協會 會舉行一個怎樣的籌款活動 是的 我們賓斯省亞之海脈政協會 一年一度的旗艦籌款活動 就是這個亞之海脈政慈善報行日 在今年5月29日舉行 我們總共有21個社區舉行 其中包括溫哥華、列治文、Bernaby 和高桂林等等 在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報行日就在網上舉行 我們今年很高興 今年可以再次在社區舉行實體的報行日 今次慈善報行日籌到的款項又會怎樣用呢 是的 在全國加拿大大約有50萬人患有腦退發症 在賓斯省大約有7萬人 今年慈善報行日的目標 就是為賓斯省亞之海脈政協會籌務經費 這個費用就是用於省內患有腦退發症的人士 和他的家人提供支援服務 教育講座推廣和提高大眾對腦退發症的關注和認識 同時我們會透過在這個報行日 來表揚和紀念 在生命中受過腦退發症的影響的人士 非常之有意義 那大家又可以怎樣參與這個活動呢 是的 觀眾可以有幾種方法來參與 第一 他們現在開始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workforalzheimers.ca 報名和登記 又或者可以打電話來604742-4903 這樣呢 5月29日那日 他們可以直接去他們的社區 參加我們這個慈善報行日 觀眾可以用個人的名義 或者組織一個隊伍來參加 一起來跟我們籌款 如果在當日 觀眾不可以來參加 他們作為想捐款 支持 亦都可以打電話或者上網來捐款 希望大家 擁有支持 為華人社區 出一分力 好 多謝Vivian的介紹 多謝 拜拜 今天節目開始 不久 就跟大家重溫了一個富有香港文化特色的活動 加拿大 加拿大就是一個以多元文化著稱的國家 各國文化節當然就是一個接一個 立即跟大家再去認識一下以色列 以色列文化由猶太教和猶太人數千年的歷史經驗交織而成 因此擁有非常多元化和精彩的地獄文化 地毯紡織品可以說是他們的傳統手工業 繁複製作 配上獨特的設計 用料講究又耐用 是他們非常著名的外銷產品 就以以色列的音樂為例 可以說是西方音樂和東方音樂的綜合體 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今次以色列文化節 感受到以色列在藝術上跳出框架思考的無限創新 以及體驗以色列的民族風情 第十五屆的Doors Open Richmond 將會在6月2日至5日分別以實體和前常舉行 等你可以穿梭列治民35個地方 包括我們新時代電視的辦公室 以及加拿大中文電台、博物館、歷史為止、市府機構等等 一起探索列治民這個城市的隱藏珍寶 想知道更多活動詳情 可以瀏覽網址richmondmuseum.ca 如果你知道今年Doors Open Richmond是第幾屆的話 就馬上去到fairchildtv.com 玩有獎問答遊戲 那你就有機會贏得這次部分 有份參與活動商戶所送出的自家特產 一個價值100元的雜錦禮品包 在八爪魚除了有機會玩遊戲中獎之外 當然還可以馬上知道接下來有什麼好去處 今天就特別請來楊揚老師 和大家介紹一個和舞蹈有關的好show 楊揚老師你好 主持人你好 老師 在了解更多這次舞蹈展演出的內容之前 我知道這兩年多的疫情 其實都好像對舞蹈學院帶來非常之多的影響 疫情這兩年對我們影響其實還是挺大的 跟其他的機構也差不多 在疫情剛開始的那一年呢 大概有大半年的時間 需要都是整個關閉的 甚至於網課都沒有上 但開放之後呢 學生們很強烈的要求要回來上課 那麼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整 有網課 有線下課 但線下課的都比較的是人少的 一個人兩個人的課 就得到三個人的課 但最主要是其中在中國舞考季的部分 所以中國考季的成績特別的好 我們大概考了150個學生 能夠克服困難 還可以得到好成績 真的非常之難得 那麼說回來的演出 我知道當中有一個非常之特殊的意義 我們這麼說吧 從楊小花老師開始說起 楊小花老師是我們學校的創辦人 當然也是我的母親 三年前她離開我們了 但是她在這邊三十年以來 她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醫工 完了也在她在世的時候 有很多的有新的熱心的人士 也會學校捐款 這樣子每年都會有一些鼓勵金 給那個成績比較優秀的學生 為此我們想讓她的所有的這些 義工的精神繼續的發揚光大 所以我們也為了自己學校的孩子 有更好的一個學習環境吧 完了有更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今天創立了小花基金 這次兩個舞展 等於是我們小花基金的起行 也是孩子們第一次為自己的基金 自主籌款 那麼這個這麼有意義的舞蹈展演出 當中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這次展演的特色呢 其實跟晚年展演都不一樣 首先一點鐘呢 是我們集中了所有的低年級的小朋友 一到七級的小朋友 他們會讓你們看到什麼是啟蒙 什麼是剛剛懵懂的開始跳舞 他們可能有些不足 但是他們非常的可愛 那麼晚上七點鐘呢 會有我們青年的教師 黃思虹和唐寧老師帶領 會給您展示一堂非常精彩的 單雙三人舞蹈晚會 當然我們全體的同學都會加入這個晚會 會為您在中間穿插 所有的我們輕排練的群舞 所以是非常值得看也非常好看 有古典舞有民族舞 也有當代舞還有現代舞 所以說希望大家都能夠來關注 來一次過可以欣賞到 那麼多不同種類的舞蹈 那麼這次舞蹈展演出 將會是何時舉行呢 再一次多謝楊恩老師的詳細介紹 謝謝大家 《濫豪秀》陸續有來 而且還獲獎無數百老匯音樂劇 Hamilton在2015年 首次登上紐約百老匯舞台之後 就席捲Grammy Awards和Tony Awards 一口戲橫授二十多個獎項 這一部最信美國國父 Alexander Hamilton 生平的音樂劇 將會在5月24日開始 在溫哥華公演 詳情可以瀏覽網址 Vancouver.Broadway.com 和大家計劃好 這個星期西岸的好去處之後 立即將這個時間 交給多倫多的Nicole 看看東岸那邊 最近又有什麼好玩的活動 Garry 我今天就計劃了 和大家去戶外用品博覽會 和大家做好準備 在這個夏天戶外出走 之後還會去多倫多 古著市集和The Baby Show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螢幕八爪魚 在每個年代都會有屬於自己獨特的潮流和風格 六十年代大膽 七十年代活潑 八十年代前衛 哪一個年代又最適合你呢 多倫多古著市集 Toronto Vintage Clothing Show 是城中其中一個最大型 歷史最悠久的古著市集 超過一百個 來自安省各地的古著收藏家 都會來到這裡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商品 當中包括一九二零年代 到一九八零年代的復古服飾 首飾以及家具用品 潮流不止外新鮮 近年懷舊風潮一樣有人氣 疫情之前 多倫多古著市集 每年都吸引過萬位遊客參與 這次活動是兩年以來 第一次回歸的實體市集 到場參與的檔主都說很開心 可以再次見到大家 這次活動是來自早七十年代 早八十年代 我還沒想到當年開始 有這麼長時間 我開始了一家人家 做這些活動 在自動車建設 首先是外國大廈 之後是自動車建設 然後就回到 它有四名推廣者 這位推廣者真厲害 這位當主作為多倫多古著市集的忠實湧品 可以說見證活動一路的發展 他每年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可以來到這裡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頭好 就好像這條裙一樣 看起來普普通通其實很有歷史價值 他出展自1930年代 當時的製造商為了幫助約細社群就業 專門拼用一班盲人旅工 這條裙就是他們的作品 簡單一條裙 除了建築當時的時尚風潮 更加可以反映背景文化 已經很久了 很誇張 很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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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九月份 多倫多古著市集 將會再次在市中心 Queen Elizabeth Building舉辦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提前上網購票 預約入場 不同年代的時裝有所不同 不同年代的社會風氣 也有很大的變化 現今社會 平等 平權 成為常態 就算是約細社群 也有平等享受生活的權利 商見用品博覽會 Abilities Expo 是北美洲一個擁有超過四十年歷史 專門為商見人士舉辦的產品博覽會 他們每年都會在美國 以及加拿大不同城市進行巡迴展覽 為商見人士 以及他們的照顧者 介紹各種最新的科技以及產品 Abilities Expo 開始在 Toronto 2017 當然 當然 我們曾經歷過 明確的原因 但我們很高興 我們會回來 三年 我們有80展示 展示 這裡 有很多不同 各種類型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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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有很好的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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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商見用品 大家想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 幫助商見人士克服身在障礙 增加生活便利度的產品 不過科技進步 商見人士 其實可以透過各種新產品 跟普通人一樣 享受自己的人生 就好像這部電動輪椅一樣 單系外形 以及配色 就已經非常有看頭 它的車胎可以用於戶外 令商見人士一樣可以探索大自然 兼且進行各種戶外運動 其次 還有不少汽車改造商 參與今次的展覽 他們利用科技 改造汽車的駕駛 以及座位 分辨商見人士開車出行 主辦方希望透過每年的活動 改善商見人士生活之餘 更加可以令公眾 對類似的弱勢群體 有更多了解和認識 成為父母雖然不需要考牌考試 不過學問一樣不少 照顧寶寶的衣食住行 有什麼要注意? 一起向專家請教吧 迎接生生命 作為父母 當然又驚又喜 開心的是小朋友的到來 令家裡變得熱鬧 同時又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育兒知識 保證他們健康成長 有見及此 多倫多嬰兒用品展 就邀請各位BB專家 為父母提供各種課程 以及資訊 很高興回到 因為這次疫情開始 疫情開始了 所以很高興看到 這些新的期待的父母 再建立社會 市場購物 市場購物 很多人覺得 嬰兒大過天 不過其實媽媽的健康 一樣重要 今次的嬰兒用品展覽 就專門設立媽媽診所 為各位偉大的母親 提供按摩治療 你可以做任何事 購買新品牌 你可以嘗試一些 產品 在新的旅程 找出滿臨 心理 也可 成長 做新的妻子 可以也提供 託 睡衣 睡衣 要 site 或託 託 你不想 讀 我們有 下車 健康 基質 膀 保留 健康 負 新 名 會 我們有 我們也有製作的市場 有些地方製作者 從燃燒到藝術 小蚊子 你真的需要 全部都在一層 從生育到小學 媽媽得到識心照顧 自然有更多精力 關注小朋友的成長 小朋友的進步 其實都是父母的進步 主辦方表示 藉著活動 和各位身手父母一起成長 同時他們都很感恩 得到大家的支持 夏天是屬於運動的季節 各種運動裝備都要準備妥當 多倫多戶外用品博覽會 就為各位運動達人提供一站式的購物體驗 是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同類型展覽 參加博覽會的商家 多數來自北美洲 不同的戶外用品 以及運動品牌 博覽會分為七大主題區域 分別有旅遊諮詢區 露營用品區 單車區 越野區 跑步區 獨木洲區 以及獨棉運動區 全方位照顧運動外耗者的需求 我們在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展覽 展覽的旅遊經驗 以及衣服 以及衣服 衣服 是很棒的地方 讓人們喜歡旅遊 在旅遊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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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展區 大家更可以親身體驗各種運動 測試產品性能 我們 promulet 許多類型遊 旅遊 旅遊 我們會滿足的時間 我們正在前面的游泳展示範圈 有很多座椅和其他座椅和衣服 所以有些人想拿出一些更多的座椅 他們可能用了這幾個年來 這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可以看到所有座椅和座椅 主辦公司每年都會將戶外用品展覽 帶到加拿大各大城市 當中包括多倫多、溫哥華、卡加里 以及滿地河 我們也有80健康介紹的說明 精湛這樣指揮 我們也有一個白瓣泡泡河 當中有人喜歡漏洞 可以看到世界上的漏洞 然後嘗試在海洞、騎乳 學習在這間是個開玩樂 我們也有一個公開的旅遊 當中有一個公開的旅遊 到中間的電車 如果人們已經沒試過這個 你們能看到這些都是 我們有各種公開的旅遊 和進行的事 在這間是個開玩樂 各位運動化燒友 可以瀏覽一下他們的官方網站 那就不會錯過下一次活動了 公辱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就算還未是運動達人 好的裝備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 Gary 今個夏天你又會做什麼運動呢? Nicole 溫哥華的夏天出名天氣好 我最想當然是出去行山 可以做運動之餘 還可以欣賞大自然美景 今個星期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CELA B GETTING UP